我把画面切换一下 好那所以早上 大家午安 早上我们已经知道说 原来剪印他在使用剪辑的时候 第一步先处理音效 那个大小声先把它调好 那第二步呢 就是剪裁你要的部分 不要的部分就把它丢掉 要的部分就留着 然后第三个部分就是导出 那导出的部分就是注意你的档案存在哪里 解析度多少 叫什么名字 就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流程 那我们现在呢 就要针对这个剪印的部分 做一点稍稍比较深入的介绍 稍稍比较深入的介绍 那所以继续回到刚刚这个练习的画面 那我们用刚刚这个已经练习了 好那我就直接继续 在我们通常我们如果说录那个课的时候 你这边录上去 所以你前面通常会有一个片头 那片头通常是一个照片或者是影 或者是影片 或者是一个图片 就是介绍说你这是什么课第几章 所以我们要准备一个图片了 好那我这边呢 图片目前我个人最建议的方式 就是在Canva里面直接做一张简报的页面 好那它非常的简单了 那不过这个部分我应该是放在下个礼拜天的时候再来讲 好那我这边就先准备一个已经有的图片 好所以我就把那个同样大小1920x1080的图片 把它摆到简报的前面 摆到简报的前面 就当做那个开头了 当做开头 好那如果你的这个图片呢 它不是1920x1080的话 那你在它在放进这个影片的同时 因为它会跟你的这个影片的解析度的大小做融合 所以如果它它就会自己做放大缩小 那当然你在它的版面上面也是可以调整的 就是你在你把进度条移到这边 移到这边 那它的版面你是可以透过这个上面有四个点 有没有白白的四个点 好这白白是个点 事实上它是可以可以做放大缩小的 然后甚至可以转转 好可以放大缩小可以旋转 好所以你可以在这边去调整你那个页面 好就是你那开头的页面 好所以这边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微调 好那如果你是你可以看它这边右边是你的那个影片的参数 那你看它下面我们通常就是会自己去翻一下软体有什么功能 所以你看一下这边有智能美颜 那所以智能美颜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你这里这一段影片你选到了这一段影片里面是人的话 好里面是有人的话它会帮你做美颜的功能 好所以你那个磨皮牙瘦脸 眼睛变大瘦鼻子美白 美牙牙齿 美牙它都可以帮你做处理 好这是他的AI强大的地方 好所以待会你如果你们有拍那自己自己的影片 或是家族的影片你可以把它放进来 然后这里把它打开试试看 好就是你选到的那一段 然后在这个画面的这边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微调 好媒体你想要变高想要变瘦要长腿 好头要变小 好这边就可以帮你做处理 好所以为什么那个抖音上面的每一个小姐姐都那么漂亮 好身材比例那么好对不对 好这边就是主要的地方好主要的地方 好所以我们这一堂课的这一堂课的那个经费来源是媒体素养 好所以这个就是他KPI 我要介绍一下好就是远距网路上的东西不可尽兴 这些都是可以处理的 所以你看那个不管是抖音还是其他的媒体上面 那些长得很美的皮肤很光滑的 身材很好的 还都有可能是经过电脑的处理 AI的处理去把它处理出来的 所以不用羡慕人家 自己可以来这里处理好那这个是有关那个影像的部分 那不只那个照片了 影片也可以处理所以如果你是影片的话 如果你是影片他这边还有防抖 因为如果我们在录那个动态影片 比如说你你在录你小孩在追赶跑跳捧 那你可能也会走动对不对 那个录影的时候他镜头可能会抖 那抖镜头会很晃 那如果你没有开这个的话 我们看起来会很辛苦会很晕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打开 打开他就会帮你做这些校正的功能 所以影片跟照片都可以开这些选项 都可以开这些选项 那照片的部分呢 我们回头再来看一下这个动画的部分 那这些动画他的就是他的效果 他的效果 在检印里面所有的这些效果 包括你左边这边那些素材库 那边找到的东西 如果你喜欢要用的话 他通常他一开始是没有下载的 所以他的右下角会出现这个下载的符号 所以如果你要用的话呢 通常会把它先点一下下载 点了下载之后 然后才去套用 所以你点下去那个感觉 他就会先放给你看 如果不喜欢就换一个 不喜欢就换一个 换一个 所以这个就是他选用他的素材 或选用他的效果 的使用的方式 然后这边有分入场出场跟组合 那入场就是影片进来的时候 出场就是影片要离开的时候 那组合就是 就是自己看了 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 那其实我们通常 在教学的影片里面 不会去选这些东西 除非你想要比较有效果一点 那其他调节的部分就是 各位有兴趣就再去研究了 这个跟你的 就是影片的颜色有关系 影片的颜色亮度对比色温 那这些通常是比较专业的 那个YouTuber 他才会去做这些调整 我们一般的用户 其实很少做这个调整 为什么 因为你的荧幕不是那个矫正过的 矫正过色彩的荧幕 所以你就算你会调 你在这里调出来 看出来的也不是 也不准了 也不准了 还是会有很严重的色片 那可是他们那个商业的影片 他们出去 就是那个色 那个颜色要非常的准确 但是你也要考量说 我学生在家里看 我的荧幕一定是这种便宜的荧幕 学生不会每一个都 都买那个Apple的荧幕那么高级 对不对 所以就算你校正的再准 你去到人家一般的荧幕 看起来也是普普通通的 所以这个是专业 专业的人在做处理的 那比较常用的顶多就是 亮度对比 亮度对比高光 这几个东西 那这个是有关于画面品质的细节调整 那如果你是影片的话 影片它的部分就比较多 我们从刚刚的画面 再跳过来看音频这边 这个就是刚刚讲的那个声音的大小 大小声 然后这边有一个降噪 也就是说你前端的麦克风 你在录影的时候 如果你的麦克风没有降噪功能 那事实上你可以在这边勾 打勾 让它去电脑自动帮你做AI的降噪 然后变身这里 这个是有趣的用途 你就可以选说 我把这个画面拉大一点 这可以拉大一点 拉大一点之后 它的选项会 可以直接出来 它以前是在这边很多按钮 现在要用变选的 所以它就可以帮你变音 所以你要知道那个 现在影片还有录音档 其实都可以造假 就是那个声音是可以换的 男生就变女生 女生就变男生 变小孩 变机器人 那所以这种东西 大概就很难当那个 类似陈塘证供之类的东西 因为你都很难去判断出 它到底有没有经过剪辑处理 所以这个也蛮好玩的 蛮好玩的 那小朋友一开始他会很有兴趣 所以如果你哪一天 你的录影的影片 去换的声音 那他们就会觉得 那个影片好像很有趣 多看几遍了 好那所以这个也是可以做变身处理的 然后另外就是变速了 那变速的话 这边就比如说 我们中间可能有某一段 是在做 比如说在磨木头 那个磨木头的时间很久 那我们就要把它变 变短 对不对 比如说假设这一段 假设这里有一段 假设这一段呢 我要让它快转 那所以其实我就是在变速这边 就把它加速 那加速之后呢 它影片就会变短 因为它就是压缩时间了 那所以这一段看起来呢 就会快转 就会快转 一下就跳过去了 好 那所以这个是变速的部分 好 那动画的部分呢 就刚刚讲那个影片的效果 影片的效果 这边也是可以调整的 好 那调节的部分 刚刚那个一样跟照片一样 就摄温啊 那个亮度这些调整 好 所以基本上你 如果是有这些需求的人 像这个都是 这很多专有名词的 通常是那个影音剪辑的人 会比较清楚 我们也不知道 你也不用调整 一般的电脑课 一般我们的那个 学校老师上课的东西 其实这些是不需要调整 这些是比较高级的应用 在做处理的 好 那这个是影片的部分 影片的那个 可以调整的细项的部分 好 那不过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在后 我们现在开始要 就刚刚那个都是初步的一些功能介绍 那至于一些 比如说你要加那个什么 娘家低基金 那你就是要把 PNG透空的图片 把它放进来 那你就可以放在 比如说这个 比如说某个 我随便抓个图了 这个都是简报的图 你把它放进来 那放的时候呢 如果你是要重叠画面 对不对 重叠画面的话 你就要放在上面 或上面 放在上面 它是由上面往下堆叠的 所以如果你这个东西摆在上面 摆在上面 那你 它就会在这个时间点 出现在你的影片的上面 所以如果你是那个什么 娘家低基金 那种图 对不对 你就把它调整一下 这时候就可以调位置 放在哪个地方 它就固定在 在这个时候 就会有这一张图片在上面 那唯一不同的注意事项就是说 那个娘家低基金那种东西 它是镂空的PNG 镂空所以你要做去背的处理 你这个照片之前要先做去背 把那个背景变透明 那它就会有那个透明的效果 在上面 所以叠的越上面那一层 越上面 它就会显示在画面的越上面 所以你看如果是三个叠在一起 这个就会在这里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它的前后的效果 所以这个是在中间 这个是在上面 所以如果你把两个交换 如果你把两个交换 那就是这个在下面 这个在上面 所以原则上就是越上面的 就是在越上层 是涂层的概念 那我就把这个删掉 各位可以先试一下 刚刚讲的部分 你可以去看一下你的照片 你的影片 然后这些参数 然后你可以把你的声音变一下 去听听看 你那个用萝莉 用大叔 用那个女生的声音 你会声音会长什么样子 你去听听看 然后如果你是放那个有人像的 你可以把那个美 把那个美颜打开 智能美颜把它打开 然后看一下你的 你的那个人像 你的图片有没有变美 各位可以试一下 那我们这个地方给各位 五分钟应该就可以了 现在四十五分 请各位可以试一下 到我们到五十分继续 陈老师好 那个我们课程没有报名 如果你需要时速的话 你要把那个 你把那个你的身份证字号 你要打电话给那个谁 教育处资讯团 富原国小的朱校长 花莲富原国小的朱校长 你把那个身份证留给他 他会帮你登记时速 那如果你没有登记时速的需求 我们这堂课是不用报名的 不用 不用那个登录的 不用登录 不过等一下最后面 我会简单的给大家填个问卷 可以抽奖 今天我还是有准备两个袋子 好那这个部分应该是 没有问题了 好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来讲重点 重点那个 AI的字幕的部分 就比较常用的部分 好那我们在影片上面 我们在影片的处理上面 有时候比较常用的是 比如说 假设说这个地方 它是可能是我正在输入 那个账号密码的画面 我要把它遮掉 或者这个地方有那个学生 学生的一些基本资料 我要把它遮掉 那我们会需要用到它这边 左上角这边 它 素材库这里 这有一些 这有一些奇怪的素材 就是那个 抖音上面 很报效的那个片段 然后上面有一个贴纸 上面这里有一个贴纸 那这个贴纸呢 就是通常我们会加一些效果的 这边有马赛克 马赛克 所以你其实可以用类似这种 马赛克去把它遮起来 那第一次要使用 都要点一下那个下载 那个小箭头 有没有 等它下载回到你的电脑之后 你才可以取用 你的游标在哪里 它就会加在那个时候 加在那个时候 那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 你把它拉进来 拉到这边 拉到下面 你的游标在哪里 你就可以拉 其实放在哪里都可以 就是你要拉在哪一个点 它就会出现在哪一个点 你要拉在你的影片上面就好了 上面就好了 那这样也可以移动 你要遮多长 你先看一下影片 那一串智会出现 这一串智会出现到什么时候 假设你要遮到这里 对不对 我要去动到那个 假设你要从这里遮到这里 对不对 那你这一段那个马赛克 你把箭头停在它的边缘 右边的边缘 然后就可以往右拉 它就可以变长 就可以变长 然后只要你的游标 在这个马赛克的中间 你就可以去调整 这个马赛克的大小跟位置 在画面上直接做调整 好 直接做调整 不想要给人家认出来这个是谁 就把它遮起来 好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去找到你要的一些贴纸 或者一些效果 好 然后去看你要放在哪一个段落 放在你的影片的上方哪一个段落 你就把它放进去 然后调适当的长度 刚好可以遮住你那个要遮住的地方 或者是说像有一些可爱的图片 爱心 这个都可以加在画面上 这是加一些特殊的效果 好 那所以包括马赛克 这个比较常用的就是遮隐秘讯息 遮学生的个资 遮你输入的那个账号密码 这一类的东西 这是比较常用的 但是这边我要提醒各位一下 根据他们的就是使用这个抖音的这些条 使用那个简印的这个条款里面 你会发现他会跟你讲说 这些下载的素材 还有这些贴纸啊 这些东西 它是限定 就限定你做好之后 可以传到抖音 传到什么西瓜视频啊 传到哔哩哔哩啊 就传到对岸那边 他是没有法令问题的 就没有法令问题的 但是如果你是要放在YouTube上面 就是中国以外的地方 那他的那个 著作全法好像是不允许的 那所以我会建议你的 这个东西 你就用马赛克的贴纸 所以你只要去外面找 找一张马赛克贴纸 把它放进 放进你的媒体的这边 放进你的那个本地素材里面 把它当作照片来遮就好了 好 这个是建议你的部分 建议你的部分 那至于那个 怎么样做那些很简单的做图 我们在下礼拜天会讲到 会讲到 就是简单的做图 包括利用Canva 跟用那个Inscape 这样子比较不会有著作全法的问题 那当然 现在大概很少人会去 care这种小东西 在你影片上面 有没有侵权的问题 但是我上次是有看到 那个相关的条款是有这样写 所以各位自行留意一下 不然的话 如果哪一天遇到 像那个林先生那样的网路蟑螂 他们就是到处去看影片 到处去看网路上的资料 那如果你有侵权的档案 侵权的影片 侵权的照片等等 他们就会提法律告诉 那他不是那个 不是那个影片本身的所有人 但是他就 就是可以提影片的告诉这样 你就被找麻烦上法院 虽然说他已经被抓了 但是这样的人其实蛮多的 好那合法不合法 也不是我们说了算 那是 对了对 就是那个马拉松达 我都不好意思讲他的名字 那个易杰凶 好所以 所以这种东西 因为毕竟是公播 所以各位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著作全法 那这边就稍微提到 就是你们在学校使用的电子书 不管是哪一个出版社 那他们都有针对那个防疫期间 有特别把那个著作全法的部分 有做一个放宽 但是他的条件是 第一个是在防疫期间 第二个他不是公播 就是你可以在你的班上 给学生看都没有问题 但是你不能丢到YouTube 你丢到YouTube 那个著作全的解释就不一样了 因为就是没有在他们同意的范围内 所以如果你有用到电子书里面的 包括图案影片 甚至是电子书的那个画面 你就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虑顾虑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等一下我们第三个部分 第三part那个YouTube上传的时候 你就要特别注意那个公开的权限 那我会再跟各位说明 好所以这是这是那个小物件 小贴纸可以贴上去的 那包括假设你是 你后来你就决定你要拍YouTube 然后会有一些可爱的小片段 前面讲一段笑话 然后这边要自己笑一下 那他这边就会有一些 那个素材库 这个就是那个很好笑的那个人 所以你要先点一下下载 然后再把它加进来 他就可以 人家看那个 有没有看抖音的时候 看到这边就觉得很好笑 这个人就会帮你笑 所以这个是他的 他给你的很多的素材的里面 那就是著作全法 各位就稍微自己留意一下 好 那所以这个是我们平常会用到的 那另外就是说 如果你会用到音乐 那音乐的话 或者是你会用到别人的图片 那个图片是有经过 人家授权的 那你就必须在后面放一个那个感谢页 放一个感谢页 然后就讲说 我的影片从哪里出来 我的那个音乐从哪里出来 我哪一张图是从哪里借的 那就会有需要一个版权声明的一个页面 这是一般我们剪影片要注意的地方 那如果你都自己拍 大概都没什么问题 那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你这个前面片头的地方 前面片头的地方都没有声音 对不对 因为它下面音轨这里是没有声音的 所以我们会需要有音乐 在那个片头的地方这一段 需要有点音乐 然后面才进入你的上课的内容 那所以这一段的音乐要怎么来 不能用流行乐 那个都有著作全法 那所以呢 我给各位的建议方式是YouTube 好我看一下那个YouTube 的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